再过几天就是晚圣节 戏子街头也出现了不少小朋友 起装衣服要糖吃 27号上午一家幼儿园就带着上百位学童 沿着大同路二段要糖吃 小朋友边走唱 途中经过观天下有线电视服务门市 在这边与观天下人员一起张牙舞爪 场面热闹 不给糖就捣蛋 小朋友边走边唱出诉求 这一天的大同路二段好热闹 一家幼儿园带着几十位的学童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 沿路到各店家外头导弹来药堂吃 来 宝贝我们正往前找十步预备 开始 1 2 3 4 5 6 7 我们今天是万顺节的活动 带小朋友跟大家 这个 开心一下 今天会经过国泰世华银行 观天下还有金茶山 麦当劳还有国泰人寿 还有中国信号 谢谢各位邻居的帮忙 此际的小朋友们当天都是精心打扮 卡通人物各式妖魔鬼怪 全都出容 年间要糖吃 下礼拜二就是万圣节了 幼儿园特地带着小朋友出来过节 也让民众感染快乐气氛 而大同路二段店家不少 观天下有限电视人员 这道小朋友要来 也特地出来一起同乐 很开心万圣节的到领 然后我们隔壁的好邻居恩幼幼稚园 带领着 可爱活泼的小朋友 关您我们台湾观天下 台湾大法民观天下有限电视 那祝各位小朋友万圣节快乐 小朋友们都是有备而来 糖果袋要装免糖果 从大同二段沿路一直走 不少路过民众围观 也让万圣节前夕好闹闹 结果你家戏场报道